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看看这张 这应该是属于当时的上层阶级的女性 按理说 电视剧里附加大族的女性都是很漂亮的 有种小家碧玉的感觉 然而 看看这照片中的女性 哪里有半两个罗多姿的影子 对了 假如你是个男性 如果穿越到清朝的话 很可能就要哭了 因为 别的不说 清朝的发型绝对是最丑的 要知道 它可是号称金钱鼠尾变子 电视剧里的那种阴阳头 其实已经是大后期 清朝快灭亡的时候的发型了 正儿八经的变着头 那可是细细的一条了 当时洋人刚一看到的时候 笑得直不起腰 因为太搞笑了 还有这一张照片 这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状态 国弱民穷真的不是说说的 看看照片中的人 一个个都是面黄鸡手 当时的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了 因为统治者和侵略者的双重压榨 老百姓的日子并不好过 我是刘牧尘 学弟学妹们的牧尘学长 每日为大家更新教育咨询 学习技巧等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靠上理想的大学 关注公众号 高中生学习资料簿 回复2000取高中学习技巧 一对一知识点讲解 学办脑图等资料 学弟学妹们快来 与清美学吧 一起学习交流吧 这张是当时中国的老人 这是当时中国最普遍的老年人的形象 基本上人老了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要是碰上儿孙不孝顺了 估计连养老都成问题 当时可没有什么退休金 养老金之术 更别提什么跳广场舞之类的了 还是新时代好 请关注本宫哦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